劉慧卿 副主席 主席 這是有個動議在 這個動議是應該被大家辯論了 然後才給委員會去決定 那為什麼你不給人家時間說呢? 你不可以把這個講話大家辯論的時間取消了 你沒權這樣做 主席 請問你根據哪一條辯論 是需要在這個動議之後提出來辯論 法律顧問坐在你旁邊 法律顧問你提一下我們主席 在什麼辯論上哪有 哪有給權的主席是可以取消議員發言去討論的 那請你等法律顧問提出他的建議 給法律顧問說 我一件再處理一件好嗎? 主席 開到咪咪了嗎? 是 現在聽到 毛議員有些什麼 主席 我不知道你根據哪一條議事規則 但是剛才是親耳 大家聽到這個會議的秘書說 是被委員討論之後才表決 你聽回錄音帶 他正說明明地說的 好 你等等好嗎? 我們再交由關給 這個 秘書署的法律顧問給個意見 好嗎?我們作為參考 請法律顧問 作為參考 主席 剛才提出的問題是 按根據我們議事規則 和我相信是財務委員會的議事規則 規定就著某些議案 是不需要辯論 就表決的 主席 一般提出的議案 除非委員會 是同意 都會有辯論 就先表決 剛才如果沒有留意 這次主席似乎是就著有委員 就著陳偉業議員提的議案 現在在營光牌上的議案 應否主持作為一個議題 如果沒有理解錯 主席似乎說 將這個議題都給委員會決定 現在程序上 我們剛剛在這個情景 就著議題 就是究竟 主席應否是主持 陳偉業議員提出這個議案的處理 秘書也提供了資料 有關於過往 就著這一類的情況 是正在主持 委員會的主席 或者大會的主席 委員會主席 都好 他們怎樣去處理這個情況 我想 我的保證 他可以不給別人辯論 他說議事規則沒有給你辯論 有一個動議就馬上投票 現在我交給委員會決定 有沒有需要提出辯論 這個處理我相信我已經說了不止一次 我說了不止一次 是否需要辯論 我希望由委員會作出一個決定 因為比較簡單的一個動議 大家看到了 炒為鄭一靜 我還要發言